我自己喜歡看的什麼書 當然大家看到搜索了兩張紙 就是我還要出來的 是我自己用相機拍攝了封面 所以那些就不是在網上找下來 所以現在可能在外面買不到封面的版本 其實那個書的樣子本身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就不在網上 那些Amazon那些加進去 就是我當年或者近年看的時候那本書的樣子 各版本也有些地方很有趣 所以可以說 第一 我這裡有27本書 都是我看過的 有些甚至翻看過都是很喜歡的 第一個就是人都認識的名字 作者名和書名都是 但是這些叫做經典 經典就是 其實是什麼呢 有人說經典就是 那些人都知道它的名字 但是沒有人會讀的書 那些就是經典 那沙士比亞 我想沙士比亞在西方和全世界都是經典 實際上我猜真是 真是找一本原著 從頭讀到尾都不是太多人 可能大家都聽過我的故事 從小時候就看過 好像這個王子怎麼復仇 為什麼這麼慘 女朋友又沒有了 自己後來又比武又死了 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是怎樣 但是 其實沙士比亞它傳入中國 已經有一個半世紀 一百多幾年已經有人翻譯過中文 已經很久很久歷史了 那沙士比亞的年代距離現在很遠 一五幾幾至一六幾幾年 聽起來都很遠 在我們中國是明朝的時候 明朝的年代是英國King James的年代 King James在英國其實是一個很福氣的皇帝 即不是說那些南征北戰那些 就個個都有 多多少少都有 但他很福氣就是 英國文學作品裏面 兩本最重要的書 都是在King James的年代出版的 一個就是沙士比亞 一個就是教特有所謂的 印定本聖經 所謂Authorized edition Authorized version AV 所謂的 現在你去英國 或者很多古老一點的地方 他們唱詩 全部都是 都是用舊的英文來唱 即是舊味道 那 沙士比亞那個 其實他根本 就不是難看的 因為其實沙士比亞 這個人 我們知道他的東西不是很多 但起碼我們知道 其實他本身有寫劇本 其實他是個劇團老闆來的 他等於現在我們那些 即是一條龍那些 他又開一間劇團 又在倫敦買了一塊地 起的一個劇團叫做Globe 即是地球的Globe 所以現在沙士比亞的全集 有個版本叫Globe edition 都是很出名的 他又做老闆 他有時兼職做演員 他又自己寫劇本 所以其實他要看著本數 他又不去又不可以虧本 因為他不是很不行 所以他那些劇本 其實就 一些都 起碼當時來講 就不是拿來做文學作品 他絕對就是拿來娛樂 我們今天覺得他很深 那你沒有辦法 他一六幾幾 你想他怎樣 他沒有可能為你2008的人寫過劇本 你今天我們寫的東西 可能400年後的人 我想看都不會看 可能是 那些語言都可能 可能沒有語言 我也不知道怎樣 所以你今天覺得沙士比亞森 其實他當時來說是很淺 很口語化 很有趣 甚至有時有些低俗 因為那些聽眾 那些觀眾 買票就是要笑一下 我覺得 Mid Summer Night Stream 是挺低俗 對 有些書專說 沙士比亞那些粗俗 色的東西 很多 其實是 很多開玩笑 開得很過火位 其實就是 那 沙士比亞三十七個劇本 有些是很長 有些很短 有喜劇 有悲劇 有歷史劇 大概可以這樣分 有些再分 可以叫悲喜劇 Tragic Comedy 大概 他早期就是喜劇和歷史劇為主 我們熟悉的 蘿蔔糕與巧克力 King John 很多 那些 晚期多數是悲劇 我們西比亞 大家都知道 有四大悲劇 晚期多數是悲劇 晚期也有幾個喜劇 不過晚期的喜劇 已經開始 意味比較深沉 那 沙士比亞 其實他 拿起你看 其實他分兩部份 他拿起了某個劇本 其實他一部份是 是poetry 但是 好像我們廣東大戲 他會唱 是poetry 但是他又會講 有普通的對白 聊天 但是他有些 要表得情大義的地方 怎樣吃東西 不自首好 不自首好 或者是人生 他就是poetry 那些poetry 那些叫做blank verse 叫做無韻詩 他是有個格律 不過就不像 真是學行押韻的格律 他讀出來是有詩的味道 每一行的音節是一樣的 每一行十個音節 是輕重的 我們叫做益揚五步格 I am big pentameter to be or not to be 是有格律的 其實是 所以逆起上來 是不容易的 在舞台上 也有做 是很難的 那我這裡舉出 就是Hamlet 這個 我們一般叫做 王子復仇記 有時叫做 他叫做哈梅里特 那是三四比一 這麼多劇本裏最長的一個 如果真的做的話 我在英國的時候 就去 特地去Strafford 很近近地 坐過零鐘頭巴士去看 晚上就不行了 因為晚上他散場 沒有巴士回去 一定看日常 看日常好像都不夠味道 好像看夜常 看音樂會也是 好像看大夜場 除非你要睡一晚 很昂貴 我看過一次 都要兩個多小時 中間要休息 是一個很長的戲